最后一名夏季前往中国CBA挑战的球员敲定日前返回福建群星报告的中华南篮国手胡龙帽确定与福建谈妥心计价码战抛反台打阿富球队可能性我的薪水每年都需重弹一次 如今谈好薪资也就代表我会继续留在CBA 原本CBA报名劫持是在8月15日 胡龙帽确定亚洲北国手身份可以延后一个月完成薪资谈判 主要是依前年表现 这次薪资虽然有涨却没达到预期 但考量我才打一年 且对球队环境并非完全熟悉 或许还算合理价码 先前传出黑人陈建州积极招募胡龙帽 希望他能加盟20日与彰化宣告成军的阿富球队 如今随着人跟福建有三二年合约的胡龙帽完成续约谈心动作 只好暂时告吹 不过胡龙帽表示日后双方可能还有合作机会 黑哥对我表达充分善意于肯定 积极网罗我确大 但因为我有合约在身 一切人看合约状况决定 胡龙帽说我现在已留在CBA为主 除非福建队确定不再栽培我了才有可能考虑反台另谋发展 福建队10月22日星球季开幕战将玉广下 全队也在新主帅范冰领军下苦练 胡龙帽却在9日练球时闪到腰 只好暂时休息养生 我想大约一星期就好了吧 只是昨天刚闪到腰的时候很痛 可见我们训练强度多高 夏季前往CBA大球的台湾球员也已宣报定案 包含广下对林智杰与刘征 上海对曾文鼎 被控队杨静命 新疆对李学灵 天津对田磊 广州龙师陈寅俊 江苏同西周怡翔 与福建队胡龙帽 共有9人续在CBA打拼 忠实电子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